3月30号 改编自天惨土豆同名小说 电视剧大主宰 官方宣布由王源欧阳娜娜领衔主演 并放出了两张王源和欧阳娜娜 认真研读剧本的照片 照片中 认真读剧本的侧眼小源很撩人 苹果头的造型也是实力响尽 而欧阳娜娜也十分认真严肃地阅读着剧本 敬业的态度更让人期待开机后他们的表现 不过两位00后担任主演 网友们对他们的演技提出了质疑 有网友评论说 两个不会演戏的去演戏 好尴尬 芒果拉新闻 最终有两位00后担任男女主角的电视剧大主宰 究竟能不能吸引观众的心呢 让我们一同来期待吧 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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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掉了 《山寺》是在電影拍攝時 《山寺》是在電影拍攝時 你出發了 好 那可以不太好 那可以不太好 開開啊 沒拆開 才會不拆 真的 已經下輪了 真的 已經下輪了 下輪了 好冷 ども we can do this all night Damn this love is skin type Baby, come on Ooo, oo, oo Mooming like the bass drum Plakin up a rhythm Startin my toes And I twinkle my nose Wherever it goes I always know That you make me smile Please stay for a while now Just take your time 看她稍微低一點 下拉 低一點點 不能 這是什麼 好大啊 低到我的胸裡 來 一二三 走 很好啊 我剛才驚訝的感覺很好 我要去看看的感覺 好 拉拉嗎 我覺得下巴再低一點點 要拉嗎 對 要拉嗎 對 要拉 好 再來一次拉 1 2 3 可以了 然後把椅子 怎麼樣呢 我賣給你了 我的屁股在撐著 可以吧 上妝 好 要了就好 我最愛的音樂 被重複一百遍 每一次 這條腿往後面深一點 別動 然後這條腿往後面深一點 別動 然後這條腿往後面深一點 對 往哪邊過 這樣就行 右腿回去 左腿往前 對 這樣 過了 過了 好了是嗎 過了 可以了 辛苦了 辛苦了 網國TV的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媽媽是超人 第三集的嘉賓 豆沙 我有一個珠珠媽媽 她老是問我一些回答不了的問題 我覺得還是一些 就能夠看到一些 生活中和孩子更真實的一些狀態吧 我覺得大家都是一個交流和學習的過程 我覺得應該是胡可吧 我覺得應該是胡可吧 因為我覺得她兩個兒子 因為兒子確實挺蠻帶的 然後她還照顧的都還挺全面的 嗯 因為 因為 那個 馬亞叔跟報音界 我都還挺熟的 我有 有溫和她們一些經驗 就給我的反饋也都是 很累 我爸 我爸累了 我爸累了 好 我覺得應該算算是吧 因為我保持的心態和什麼都還是比較 我自己講 自己感覺很少女 兒子的車要壞了 啊 我來了 我覺得應該是瞬移吧 就瞬間轉移的那種 我能夠突然一下從一個地方到另外一個地方 我就是工作再忙 我只要想回到孩子身邊 我都能 立馬的就是能夠變到他身邊呀 就是 我覺得 勞役結合 工作還是得工作 就是在選擇工作的時候 會挑選一些 我覺得很有必要 然後也值得我去為此付出的工作 不會 退掉的都是我覺得 嗯 可能我覺得沒有那麼好的吧 或者是時間上真的是不行的 如果真的有好角色 好戲 我肯定會接 希望大家能夠在3月22日關注 媽媽是超人 在新的一季節目當中呢 可以在 裡面大家能夠看到更多的育兒資訊和育兒經驗 然後還有不同的一些有趣的事情 嗯 悲歡離合吧 喜怒哀樂都有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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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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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going to tear up this town Tonight I gotta cut loose Full loose Can you go with the sun? Tonight I have seen the sun The red one The, why the sun will die This blue or red one There will be stopped 跳舞 羽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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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登场的就是我们的精致小甜椒罗子瑞 出场就以自己甜美的外形吸睛无数 短发 甜笑 一拼一笑间展现出波音系美女的魅力 紧接着酷帅登场的就是我们超元气少女李长寿 干净的素颜 无公害的笑容 分分钟俘获你的心啦 传说中的笑颜大概就是我们的向日葵女孩陈志颖啦 平日生活里的她是可爱搞怪还是清新小罗莉呢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哟 同样值得期待的还有我们的文艺小姐姐张曼 回眸一笑百媚生的女子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吧 最后出场的是甜美吸少女月一帆 看看小姐姐的侧眼真的是妥妥的日系画风呀 话说我们的五位女孩又会经历怎样的恋爱冒险呢 芒果老新闻 3月31号中午12点 让我们一起跟着女孩带上真心去冒险吧 芒果TV全网独播呀 报道 3月29日晚 某设置品牌在上海举行了2018春夏高级定制系列发布秀 一众娱乐圈的明星也是齐齐共襄胜举 让主打黑白棋盘格的秀场内一时间星光璀璨 为了配合主题 男明星们亲一色都选择了黑色阵装现身 而黄轩 韩东军 陈飞宇正好是80后 90后和00后的代表 哪怕通通都选了黑色 也看得出他们各自的时尚态度 相比男士们的绅士范儿 女明星们的珍奇斗艳自然是最有看点的 Angela Baby以一袭薄纱单肩抹凶礼服群现身 搭配一头浪漫的卷发造型显得仙气十足 生完小海绵 Baby就积极复工拍戏了 咱们辣妈的状态也是更甚从前哦 霸剧女王刘嘉玲此次压轴出场 一袭深色拼接长裙也是展现出强大的气场 嘉玲姐威武哦 此外一众人气小花 当晚的着装也是可圈可点 王立坤的印花飘逸长裙 王子文的个性黑色吊搏礼服 喵喵的金色纱裙 杨彩玉的黑底红波点长裙等 都彰显出他们独特的个性与品味 当然了 现场最受关注的莫过于 刚刚在活动前一天高调宣布恋情的今天了 当晚咱们的大甜甜 以一席裸色吊带长裙现身 淑女范儿十足 面对镜头时更是笑容灿烂 看得出来现在的大甜甜肯定是幸福感爆棚了吧 看你最近一脸都是幸福的样子 虽然面对镜头 大甜甜还是有些小羞涩 并没有像在微博那样高调的分享自己的甜蜜恋情 不过景甜与张继柯这一对虽然此前一直没有正式公开 不过两人的甜蜜举动早就被太多人寻到了蛛丝马迹 写一首藏头诗 同游普吉岛等等 看到大甜甜那么幸福 小编也是要送上大大的祝福了 恋情甜蜜稳定 景甜的工作脚步也一直没有停歇 很快他又要进组拍戏了 马上就会去拍一个新的电视剧 是一个关于爱情旅行和冒险的题材很新颖 然后我的新作品火王也很快会跟大家见面了 大概什么时候 应该是五月 这边景甜继续着娱乐圈拼命三娘的工作节奏 另一边安着了baby 虽然在生完孩子后早早就复工了 又是回到跑南 又是一连拍摄了创业十大欲望之城 连轴转的工作也是让baby有些想休息了 接下来其实还没有定 因为现在上一个电视剧还没有杀青欲望之城 还在拍 然后就等这部戏拍完以后再拍下一部 对 你又可以拍完 得休息休息 休息一下 最近真是太累了 是该缓一缓 小海绵也需要妈妈在身边多陪伴一下哟 去年9月 福布斯公布了2017中国百名名人收入榜 黄晓明baby夫妇 凭借3.1亿的年收入 澳居最会赚钱明星CP榜榜首 成为了中国最能赚钱的明星夫妇 近日 Andrela Baby在接受采访时 被问到婚后财产管理的问题时 她透露 黄晓明赚的钱并没有交到自己手中 而是用来投资 还称赞自己老公是不折不扣的投资达人 同时 baby还表示 自己赚的钱会自己处理 并调侃说 我觉得还是放在我手里吧 这样比较有安全感 不过现如今 很多夫妻的财产 都是独立分开管理 黄晓明baby夫妇 财产管理也是遵循这一形式 莫拉新闻 投资理财富不了解一下 报道 陈伟婷的新剧南方有乔木正在热播中 据说开播当天就上榜四个热搜 一度造成了刷屏现象 而随着剧情的深入 十月和南桥组成的众树CP 更是被观众们津津乐道 3月28日 最近人气爆棚的陈伟婷身边却换了个搭档 此次她也是携手宋茜 为某运动品牌新品活动展台助阵 虽然不是我们天天看习惯的众树CP 不过这一队也是高颜值的代表 一亮相就引爆了全场气氛 话说两人当天的穿搭也是默契十足 陈伟婷的运动戏打扮显得尤为阳光活力 黑白T的蝶穿搭配黑色运动裤黑色运动鞋 而宋茜则选择了橙色拼藏青的运动外套 搭配黑色小皮裙现身 纤细大长腿自然是大家的焦点所在 因为此次的活动主题是未来再定义 陈伟婷和宋茜也是大方定义了未来的流行 未来我觉得现在就是慢慢流行的 就是千万不能复杂 就是不能太当心 就是有很多东西 现在就是我自己觉得 就是越来越复杂反而不好看 所以我觉得未来肯定是以简单为主 我觉得未来就是自由的 就什么都有可能 要说到自由咱们宋茜在穿着搭配上绝对是有着freestyle的人 一双白色运动鞋就可以搭配出多套 私服造型也是厉害了 我觉得很好搭呀 因为这双比如说我穿这双就是白色的嘛 那其实不管是搭运动装还好 还是比如说像穿一个小西装搭在上面 都是算是混搭复古和创新的一种结合 大家都可以尝试一下我觉得 夏天来了穿短裤也可以搭呀 在宋茜的眼中看来这个小白鞋就是搭配神器了 不知道在鞋款设计方面 两位潮流明星又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我想要把它可能多一点颜色吧 因为现在是黑白为主嘛 那我觉得可以再多一些 比如说撞色的那种元素在里面 可以透露一点 就是我可能今年吧 会有一个比较个人这个品牌会退出来 然后呢就是在这方面 我相信也会有很多跟其他很好的一些品牌 有一些close over 3月28号 程伟廷送倩惊喜献身上海 为某运动品牌新品发布会站台助阵 当天两人的穿搭也是运动休闲发十足 程伟廷的黑白系穿搭 显得尤为阳光帅气 而一旁的宋倩 则是黄色与藏蓝色拼接上衣 搭配皮质短裙 看上去也是活力满满 在采访环节 程伟廷还大方和大家 分享了自己穿衣搭配心得 其实我觉得我不会整套这样穿 我喜欢就是 因为乐部自己有很多款式嘛 就是我自己喜欢就是不同的 就是不同颜色去配的 然后就是反正怎么配都好看 此外宋倩也和大家 分享了自己关于音乐与潮流的理解 音乐和潮流也是一起往前走的 我觉得 所以说音乐和潮流 不管是每个阶段 它都会有新的风格 新的创新 那这个我觉得是可以一起 是一起往前去不断挑战 不断前进的 忘了新闻 为帅气的程伟廷和美丽的宋倩打扣 报答 3月29号 陈小春在网上 poch了一段 Jasper看星星的视频 你在干嘛 我在看星星啊 看星星啊 明天去Vacation 哇 我看到一个星星 去看了 Jasper的小奶音又软又萌 拉拉的心简直要萌化了好吗 这日常简直是在演偶像剧的节奏呀 画面超级治愈 Jasper就是小可爱本人了没错 猛了新闻 真想替Jasper问春哥 芭比 你会唱小星星吗 报答 视觉心动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妈妈是超人三级的嘉宾 邓沙 近日邓沙带着儿子大林子 现身妈妈是超人第三季 相比贾静雯 黄胜一 霍斯燕这三位明星妈妈 邓沙自称 名气不如他们 但节目组找到自己并没有什么内幕 主要是因为 自己家里有她和母亲 两个超人妈妈 我们家的教育观念 和我们上一辈 跟我这一辈的一个教育反差 其实是在四组家庭里面 每一组都是有不一样的点可以看到 我们可能是代表其中的一个代表性吧 曹目前播出的节目中可以看到 大林子长相软萌 一口小乃因各式门话了 更重要的是 她还化身妈妈的暖男守护者 不让任何人欺负邓沙 简直就是又来骗老阿姨生孩子了 我晚上会睡得比较晚 早上她也比我起得早 她就会跟我说 她说妈妈那你你睡吧 她说我去上学了 你继续睡吧 她就说 就不会打扰我休息 邓沙表示大林子这么暖 主要是受了外婆的影响 学来这些关怀的话 而谈到对大林子的教育 邓沙称自己还是比较放养孩子的 只要不触犯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就行 之后也不会让大林子过多的暴露在公众视野 而网上一直也对邓沙有着一些残疑 中期未婚先孕 惨妇巨债 试炼马天宇八年 顺线四角绯闻 面对这些传闻邓沙称自己一直没有回应 结果没有想到会越传越多 我其实觉得当时可能写的那个人呢 也许是处于一种好心 但是我不知道他怎么样听来的这个消息啊 就那么说 我觉得他处于好心 我也挺无奈的 但是当时我觉得其实 我觉得没有那么多人会关注我的私生活吧 我就没有太不管他了 结果这件事情 我一不回应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3月29号 韩根和女友卢靖山恩爱献身机场 韩根推着行李箱 女友亲满着手臂显得小鸟宜人 照片中 韩根戴着口罩 穿着牛仔外套 打扮简单休闲 推车上装着棉被 纸箱 点燃一副模范老公的模样 卢靖山长发飘飘戴着耳环 身穿真知山牛仔裤 看上去气质满分 步行过程中 两人不时交流很是甜蜜 卢靖山大笑 心情相当不错 两人公开练情后 一起回家过年 滑冰录节目 出席公司年会 频频发糖超级虐 这一次机场同框 真是又塞了瓜众一嘴狗粮呀 忙了新闻 有点老夫老妻的感觉呢 不倒 今日FIRST的青年电影展 短片季首映里在京举行 七部由青年导演蔡成杰 周紫阳 高子豪 周侯皇等拍摄的短片作品 首次和观众见面 作为一个重于电影初心 持续发现与推选青年电影人 优秀作品的平台 首映里当天 短片季评委李强 黄渤 嘉宾李晨 梁静等现身力挺支持 虽说每部作品时长 不超过五分钟 但是年轻导演们 对于电影的态度 也让评委们感受很深 就是 他虽然小的是武藏俱全嘛 他要求你作为一个导演的 基本素质都在里面了 当然会有帮助 这些年轻导演 他们是非常有洞察力的 对于这个社会 对于人 对于这个整个世界 都是有表达的 都是有看法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特别好的态度 而本次First的短片季 平等主题的概念 在相对公益题材的范围内 去追溯影像表达的创造力 现场播放 玩手机的女人 梁山女童 城市之光等七部短片 也让作为新人导演的李晨 有着不小的感触 今天这个主题叫大于等于嘛 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给予一个人说 我给予一个人更平等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平台 来去做这个事情 老有人说 什么人都能当导演 什么人都能当导演 不然呢 我们每一个人自己都是自己人生的导演 提到近几年的国内电影市场 随着大家逐渐高涨的观影热潮 掩而优泽倒的模式也在逐渐成熟 各种飘荒记录不断被刷新 而今年刚刚完成自己导演《串女座》的黄渤 提起背后创作的经历 也有着别一样的体会 特别深的感触能够感触的 有的时候你面对着镜头 你面对着一场戏 或者说整个电影的结果 等等各方面 你要面对着自己的不能 面对着自己的各种职处 但是其实成长也就来自于这样 你生下来就是一个大师 活多么意思 所以说也就是这样 他就是这个能够吸引我们 让我们一步一步 然后有兴趣走下去的一个动物 为伯格的坚持点赞 虽说在一部电影的创作过程中 会有各种各样的压力 不过对于真正热爱电影的人来说 如何能拍出更好的新作品 才更加关键 3月29号 某电影短片季在北京举办首映里 作为嘉宾的黄渤李晨 两人均以一身休闲穿搭 亮相活动现场 在活动现场 两人都十分认真地观看了 由七位导演带来的七部短片电影 随后李晨还和现场观众 分享了自己的观影感受 此外 黄渤也感同身受地分享了 拍摄电影时的收获与感想 在采访环节 被问及作为一名新人导演 参加此次活动与以往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李晨回答道 我其实也有学习的心态吧 因为我觉得在座的 大家看到的是短片导演 其实可能人家在做导演这件事情上 已经有很多年的积累 不管是短片 还是说他的一些其他的作品当中 他们都有自己的想法 孟高达新闻 期待以后能看到更多高质量的电影 报道 3月29号 黄子涛现身某品牌战略发布会 黄子涛的到来让这场发布会 间接变成了一场粉丝见面会 粉丝代表相继登台 送上海浪们的心意 随着新剧谈判官和新综艺 《这就是街舞》的热播 涛涛表示 面对越来越多的路人粉 自己的心态很平静 会继续做自己 从来没想过这些 就是一直在做我自己 该做我的事情 所以 我觉得 就是 我就做我自己 就是 随便多还是少 我觉得都没关系 就哪怕他有一天一无所有也没关系 现场还有两位因游戏结缘的情侣 让涛涛很感兴趣 谈多久 谈多久 两年 天天一块玩游戏 一起生活 忘了新闻 这样会玩又疼粉丝的涛涛 真是太让人喜欢了 4月28号 江树影出席某品牌 举办的13周年 继新品发布会 活动以定制的艺术为主题 在发布会上 该品牌也是正式宣布 签约气质女神江树影 为全新品牌代言人 看完恋爱先生江树影的精彩演绎后 姥姥对女神瞬间有了路转粉的举动 那不知道接下来 又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新剧新戏吗 接下来的话 就是目前正在 正在创造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角色 跟以前也会是非常的不同 因为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去挑战 没有挑战过的角色 喜欢比较不一样的东西 不太喜欢重复 春天也是很快到来了 作为时尚界的宠儿 江树影也是大方分享起 春夏穿搭的小技巧 其实今年还 我觉得今年很多东西 其实尽管会有很多一些 比较新潮的新鲜的元素 但是白色的一些东西 白色的T恤还有一些经典的款 始终是我每次到春夏的时候 是不会放弃的 在这个基础上面 会有一些不同的穿搭 像牛仔裤 包括复古的一些夹克 忘了新闻 期待江树影能给网友粉丝们 带来更多好看的作品 发达 既从高调恋爱后 阿娇从之前的状态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越来越好了 可以说是越来越自在 越来越收持 也重新变得自信 且光彩照人 日前他被拍到出现在机场 脚踩小白鞋 穿着超级飞带的裤腿裤 搭配休闲毛衣 双手揣裤头很是慵懒 毛衣外面还披了一件 君律似的飞行夹克 炒饭十足 哭到没捧一样 虽然他压低休闲帽 戴着口罩完全看不到脸 但从他的走路的状态 依然能够看出 非常轻松自在 无拘无束 他一边休闲的走着 一边跟推着行李车的 工作人员聊天 看不出阿娇的表情 但工作人员满脸的笑容 暴露了阿娇的好心情 另外近期阿娇新戏要上 他特地飞来北京参加发布会 最近要结婚的他 始终是现场的焦点 而大家也是很关注他的婚期 当有记者问到 什么时候结婚时 阿娇想也不想直接表示 这得问大师啊 3月29号 现男友李线 曝光了一组最新的时尚大片 身着米色印花衬衣 搭配同色系西装 照片中的他 时而在泳池旁随意舒整 笑容慵懒随性 时而置身泳池 只录腹肌若隐若现 惹得粉丝纷纷留言 谁让你一路胸肌的 遮起来遮起来 你这迷人的家伙 请别再散发魅力了好吗 在最近的热播剧 南方有乔木中 李线饰演了一个 暖心装犬的常见熊 凭借着运动型男的形象 圈本无数 芒果拉新闻 这样的现男友 你们喜欢吗 报答 3月29号 永恶在北京机场 偶遇李宇春 他坐在轮椅上 不时与身边的人交谈 此次春春带伤出行 是为了赶赴成都 准备3月31号 巡演首战的演唱会 据悉 春春是在排练舞蹈时 不慎受伤 同时还引发了旧伤 导致无法行走 但李宇春还是坚持 要按时举办这场 成都演唱会 因为太多人 为此付出了心血 以至于他决定坐轮椅 参加彩排 同时其工作室 也发布声明 表示成都演唱会 首演如期举行 全力保证 首演的顺利 众多粉丝对春春 如此敬业的精神 感动不已 猛拉新闻 祝春春早日康复 演唱会顺利举行 3月29号 梁静如在微博 晒出一张 和好友范伟奇的同框照 并配文说 约会我的爱 还at了范伟奇 照片中 闺蜜聚餐自拍 氛围很是温馨 不过因为最近 范伟奇和张绍涵的 昔日恩怨 再次被网友翻出 从而引起了 张绍涵和范伟奇的 隔空骂战 这次梁静如 晒和范伟奇的合影 居然遭到了黑粉留言说 范伟奇心机山 让梁静如离他远点 看到这么多网友和粉丝 无端攻击自己的好友 梁静如删了该微博 并且拉黑了很多网友 其中也包括 自己的很多粉丝 这还不算什么 最重要的是 还有网友爆料说 梁静如取关了 之前一直护关的张绍涵 被拉黑后的粉丝 也是一脸梦 纷纷诉苦 表示自己很委屈 把网友拉黑的梁静如 还特意发微博说 别吵我 看见网络讨论越来越大 3月30号凌晨 梁静如再发泊 表明自己的态度 捍卫自己的好朋友 就是我的表现 正如你会捍卫 你的好朋友一模一样 三个字 同心理 四个字 将心比心 一起过的生活 只有你和你的好友 互相了解 也不需要别人解释 与毙 帮我拉新闻 唱勇气的梁静如 真的很有勇气 把刀 3月29号 凌云微博更新了一段视频 向粉丝们 修了一把自己的贴膜技能 在视频中 凌云穿着白T 化着淡妆 长发T间 看起来非常居家舒适 一整它的贴膜动作 看起来可以说是非常娴熟了 首先拿这个棉片 湿的棉片 把屏幕擦干净 然后再拿这张干的布 擦干 贴完膜后 凌云很自信向观众介绍 这可是防偷窥的膜 但是经过身边工作人员的视野 发现屏幕能很清楚地被看到 并没有什么防偷窥的功能 来 请看一下我的手机桌面 这是一个偷窥屏 能看到 能看到吗 挺像的 这样还看到吗 这样我自己都看不到了 这屏幕好像带我用 看到吗 看得到 啊 怎么这样的 很明显 看到吗 看到吗 还黄眼睛 下来 下来 别拍 别拍了 而看到凌云化身贴膜小能手 网友也纷纷评论道 你认真的样子 真的很像路边贴膜的 芒果拉新闻 朗朗正式宣布 凌云你可以出师摆摊去啦 报道 3月29号 陆寒在网上po出了一张照片 并配文说 确认过眼神 一个忘了当时在想什么的人 只见帅气的小鹿 穿着红色的休闲运动装 一顶蓝色压舌帽分外显眼 刚好挡住了小鹿的面部表情 而小鹿一只手沉住下巴 不知道是在看 放置在他前方的监视频呢 还是在发呆呢 不过 吃瓜群众们 纷纷把目光聚焦到确认体 纷纷流言接龙 确认过眼神 你就是我爱的人 确认过眼神 你就是陆寒 也就是异常欢乐了 确认体都被玩坏了 莽朗新闻 确认过眼神 小鹿是最可爱的人 把打 3月29号 马思纯发布了一组 和小鹿讲文力的一系列合影 并感性po文说 小鹿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最早见到我的人 鱼鹰室里好多婴儿 他却一眼就认出了我 生命中的相遇 总是那么突然 无法预料 不知结果 但也因为如此 才让我们惊喜与珍贵 彼时童年照片里的 你我都变了模样 岁月不发一言的过去 但我们却永远 有道不尽的千言万语 并贴心安利小姨父 即将上映的新电影 从晒出的童年照来看 照片中的蠢蠢 十二身穿蓝白条纹背带裤 扎着双马尾 十二披着米色披肩 翘着二郎腿 大陆没腿 一脸参笑 真是从小就镜头感十足呀 猛狼新闻 姥姥也好羡慕这样的小姨呀 3月29号 马斯在发博 为一副今日上映的电影打空 并深情表白小姨蒋文利 称她是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 第一个见到的人 遇见你真好 可卫是超男性呢 她还晒出了两人的合照 蒋文利面对镜头满脸笑容 抱着可爱的小纯纯 画面简直全的爆炸 早前 我是大侦探 曝光了一组马斯纯童年照 她扎着可爱的双马尾 一双长腿简直逆天 小马同学 此次也播出这几张照片 感慨童年 不过 不得不说 还真是从小美到大呢 话说 马斯纯已经不是第一次 宣传已副指导的电影了 早前 她曾发微博称 如果你那么容易遇见 恐怕我也不会明白 你有多珍贵 随后 男友欧豪转发其微博 并配文 遇见你真好 两人接电影名字 隔空表白 真是一把 猝不及防的狗粮呀 马古拉新闻 简直太会宣传了 马斯纯才是名副其实的 稳案高手 好吗 报道 4月29号 妮妮景博然一同穿 樱花粉情侣装 牵手线身杭州机场 妮妮身穿樱花粉真枝衫 配军绿色工装裤 头上的余副帽 简单随性 而男友景博然 则穿粉嫩修衫外套 大牛仔裤清爽帅气 两位行走画报 真是为我们示范了 简单情侣装的 正确打开方式呀 我们的小景也超级可爱 偶遇自己的广告牌 还上前与自己合影 女友妮妮也是约有配合 主动化身摄影师 蹲在地上为景宝拍照 面对女友的镜头 我们的景宝也比出V的姿势 超级开心 最后一张趴在自己海报底下 大概是被自己帅到了吧 随后两人认真地挑选照片 肩并肩 手牵手什么的 也是超级甜了 之后景博然还把妮妮 为自己拍的照片 分享了出来 劳劳这是默默的 又吃了一把狗粮呀 猛狼新闻这把狗粮也分享给你们 记得点赞 把刀 3月30号是Hibi天赋真的生日 零点刚过 好姐妹Ella就在微博上 用儿子的口吻写道 祝福也是白羊座的珍珍阿姨生日快乐 妈妈知道 放净宝照片 阿姨会很快乐 我会催眠净宝 学会叫珍珍阿姨和娜娜阿姨 最后Ella也是对Hibi示爱说 我的好姐妹 我永远爱你哦 而看到Ella示爱的Hibi 粉丝们也是纷纷为idol送上生日祝福 宝贝生日快乐 有神之日都快乐 哥哥生日快乐 好想见你 想被偶像治愈 忘了新闻 牢牢也祝珍珍阿姨 有神之日都快乐 都健康呀 报道 近日 Od在长沙录制芒果TV自制综艺 真心大冒险 作为天天兄弟大哥担当的汪涵 意外突袭 深夜到片场探班 汪涵的现身显然让Od兴奋不已 一把就扑入汪涵怀里 此后两人与一同录制的硬彩 而开心的闲聊起来 此前Od接受媒体采访就表示 汪涵是一辈子的大哥 本次汪涵深夜探班 兄弟情依旧 之前的传闻不攻自破 节目录制现场 我们汉哥和硬彩儿Od三人热聊 看着三人这大笑的样子 看来叙旧现场也是超开心了 不仅如此 汪涵还和现场的工作人员聊天 看来我们汉哥对我们真心大冒险 也是很感兴趣呀 想要知道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那就一定要锁定 3月31号12点播出的真心大冒险了 猛了新闻 你录节目我探班 兄弟俩的好感情 真让人羡慕呀 报道 3月28号 杨成林在社交网站上po文 晚班机抵达北京 大家的肚子都饿了 贴心的他 不在北京 却远端遥控了一桌子菜供我们吃 真的大方又贴心 可以安心的入睡了 并配上了一张美食照 有菜有肉有海鲜 照顾到了每个人的口味 可以说是相当贴心了 虽然从头到尾 都没有透露这位贴心人士的真实身份 但不少粉丝纷纷猜测 只能有李荣浩了 两人自从认爱后 就鲜少公开秀恩爱 这一次的低调秀恩爱 粉丝表示 这波狗粮光明正大 好甜哟 两个人真是非常甜蜜呀 让人非常的羡慕你们 忙了新闻 这碗狗粮我先干了 报道 3月28号 2018杨成林青春住了谁 世界巡回演唱会 日前在京举行发布会 提到此次演唱会的主题 青春住了谁 杨成林可是有不一样的见解 杨成林在现场 不仅和大家分享了 为此次巡演的精心准备和心情 更宣布将会在北京 上海 广州 成都在内的八个城市 进行巡回演唱 首站广州场将在5月20号开始 而得知杨成林要开演唱会 潘伟伯 罗志祥等明星好友 也是纷纷送上祝福 杨成林在杨成林是谁 知道 你觉得她漂亮 漂亮 也要回唱歌吗 会啊 伟伯这样也太肥了吧 青春你做的 他也青春你做的 对啊 你才七岁而已 好吧 既然你这么小的小孩子 青春都有你 那真的是在这边祝福你的演唱会 非常不好看 非常非常唱的非常好听 哎哎哎 好可爱的事情 对不对 因为非常好看 非常唱的好 因为这就是我们的成林 姐姐 阿姨 男奶 都可以 这是我们的朋友的小孩子 我的青春里面 杨成林代表了仇恨 跟可爱 然后呢 这个仇恨呢 因为我以前不和 不和了好几年之后呢 因为合作了一部 HIPA年新 就和好了 那和好之后呢 也合唱了几首歌 还拍了美丽 那在这里呢 也要恭祝 杨成林在2018 青春住了谁 演唱会 大臣 几希 为了这次的青春住了谁巡演 杨成林还特意找来好友吴清风 为其打造全新的同名单曲 他更表示 自己很喜欢这首歌曲 猛了新闻 好期待杨成林的全新巡演呀 报道 3月28日 杨成林低调现身北京首都机场 全城口罩直面 但依旧能看到他精致的妆容 扎起马尾便 造型十分利落 身穿灰色风衣 内搭黑色圆领衫 佛系少女上线 低调又也不失美感 下身穿牛仔高腰裤裤 搭配红色帆布鞋 尽显休闲随性 背着黑色背包 简装出行十分低调 途中不时整理自己的衣服 面对镜头露出羞涩甜笑 兴奋与粉丝挥手打招呼 心情丝毫不受最近的不时传闻影响 似乎也是在用行动 否认和李荣浩预购豪宅传闻 举行杨成林巡演发布会 今日在北京举行 采访环节他全程碧谈李荣浩 因前不久有爆料称 杨成林跟李荣浩从年初起 比积极在台北看房 当中还有约400平 要价约2500万的豪宅 对此爆料杨成林发文至报道 没有的是 以色否认 3月29号 有网友在京都赏英时 偶遇杨蜜 并PO出照片 照片中的杨蜜穿着和服 坐在樱花树下的人力车上 因为坐着的关系 鲜血小腿微微露出 手还拿着小扇子作为道具 似乎正在进行拍摄工作 另一张中 杨蜜则是穿着一把红纸伞 不小心路过别人镜头 也顿时成为焦点 随便一照都是那么美 不愧是女神呀 另外还有幸运的粉丝 晒出和杨蜜的合照 惊魂直夸 不但细眼的好 人品也超级赞 并搭载杨蜜本人 比照片更漂亮 骷髅女神私下清明的一面 足见其高人气 十分亲切 让不少粉丝直呼羡慕 忘了新闻 姥姥也想偶遇杨蜜呢 期待女神的新作品 报道 3月29号 杨阳在微博上 分享了一组自拍 并配文 本月余额不足 谢谢合作 这这月末发存货的杨蜜蜜 着实可爱呀 照片中的蜜蜜总 梳着大背头还戴着发孤 身穿纵色格子装 抬起下巴傲娇的笔叶 姿势真是可言可甜呀 要说卖萌 姥姥我也指服杨三岁了 这指向自己的姿势 大概应该是想说 啊 没错 我就是可爱本人 最后一张来个快闪 皮下也是很开心了 随后我们的杨阳 也现身机场 不同于自拍里 萌萌大的画风 戴上墨镜 走路带风 扑面而来的复古文艺风 我就是机场的霸道总裁 梦了新闻 杨三岁和杨大佬模式 一秒切换的杨阳 了解一下 不倒 是谁说只有当红的小鲜肉 小花们才有追星粉的 虞仙老师也可以有很多追星粉 日前 虞仙精专版文集 玩重磅上市 在新书发布会 继全国首前会上 就来了不少全国各地的粉丝 大家好 开心啊 这次起彼伏的表白上 主持人都插不上话了 这个 这儿还有一位资深粉丝乔山呢 今天来的粉丝可是赚大了 杨贵正传 这么多粉丝可是专门来看余谦的 玩儿听上去似乎有点不务正业呢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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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于谦看来 玩儿是一种精神 开始玩儿的时候 就是凭性子 爱好 看 欣赏 但是呢 一直深入不进去 自从写书开始呢 我体推了以后才能写书 就是更深的 他认识到这个玩儿可做深 他牵扯到学科 门内 知识 各方面的东西很多 才写的也很深 那也是浅长做深 到现在呢 玩儿的越来越深 玩儿的能量也越来越多 玩儿的这个 这个 口音的力量更大 所以呢 感触也更多 事实上啊 玩儿艺术中不仅记录了 于谦多年来养猫 年鸟 养鸽子 摸鱼 遛狗 敖鹰 驯马的 各种新的体会 更有他对生活的思考 对友谊的珍重 和对理想的追求 余文乐 林家栋 王金 任达华 吴允龙等人 这天出席网剧 冒险王魏斯里记者会 这次是阿乐承认当了爸爸之后 首次在香港出席活动 不知道他现在心情怎么样呢 试着 试着开心的 很开心的 因为这个我本来就 就是我人生当中觉得 我会做的一件事情 那现在阿乐是不是要更努力工作 为宝宝赠来分钱呢 一路都很积极地在工作 其实没有特别因为小朋友 所以要特别工作多一点 其实一路以来我都蛮努力在工作上面 反而是现在可能要想一想是怎么减少工作 对 可能会有一些些调整 不知道是男宝宝还是女宝宝 我们什么时候能见到阿乐 到时候会告诉大家的 对 就是你知道我 我会比较偏向于低调一点的 同场出席的华哥也很恭喜他呢 当然有吧 当然啦 当然恭喜啦 大家猜猜是双子座还是巨蟹座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看看我数一数 反正这个星座大家猜猜吧 巨蟹或者是双子 哇 华哥的意思是我们五月底到七月底 就能看到阿乐的小宝宝了吗 简直王金也祝福阿乐哦 呃 个个都是必经阶段来的 这个心恭喜 口恭喜都做完了 不过最近因为跟一名澳洲性侵案的涉案者同名 而无辜受牵连 他也很无奈呢 今早早就有看到了 但是 我想中国大陆起码有五百个黄金 我自己认识五六个 那就 呃 和我本身真名不是叫黄金的嘛 所以如果有些什么事 其实是一定不会用我的真名的 三五岁怎么会是我 哇 我都想啊 三五岁 啊 景格还是很幽默啊 香港报导 3月19号 国平男队参观了厦门海关官室陈列室 这也是张继科与景田微博公布恋情后 首次公开亮相 期间 张继科与队友一起参观厦门海关官室陈列室 有说有笑 还与海关人员合影 看起来心情很不错 而当天 景田也在热爱后 首次出席公开活动 他身着一席吊带长裙 先生上海出席某时尚活动 田径优雅 从两人公布恋情后的首次亮相看来 爱情的滋润 真是让人越来越美好呀 帮我来新闻 希望两位恩爱幸福 长长久久 凭借圣林奇景中的一身宝贝 朱雅文圈粉无数 3月29日 这位行走的荷尔蒙现身2018 中国国际时装中某品牌新品发布会 惹得一众观众为他打抗 都知道啊 朱雅文声音有魅力 没曾想穿衣也这么时尚 剪接又极富质感的牛仔蓝 兼顾经典与潮流 行男魅力十足 就连该品牌的设计师都忍不住要现场表白了 我觉得其实每次呢都是在大屏幕上看朱雅文 也是在电台里听朱雅文 今天呢我是林奇迹 解释 谢谢谢谢 朱雅文我觉得真的太绝了 我觉得他把套人套人演的太完美 非常好 谢谢 哎呦喂 不愧是行走的荷尔蒙 这杜比音效杀伤力真真是厉害呢 反正小编舞啊 觉得现场听比节目中更有魅力呢 不愧是生临其境的冠军 没有想过 从来没想过 我觉得那是一个重在参与的一个节目 他特别注重演员的基本素质 而且在那个平台上 我觉得都是一群优秀的演员 能够参与其中就很开心 下点功夫呗 当时反正每一个片段 可能都需要用心的准备吧 对 他尽管是一个节目 但也能体现出一个演员 对于一些经典片段 经典演员的一些致敬 就冲着这骨子认真的态度 在凭借优质的声音 不拿冠军恐怕都难吧 那啥 什么时候才能再听到 朱亚文的好声音呢 我其实很多戏都是自己配音的 对 但是 对 可能在近期会有一部 比较特殊的作品 会跟大家解明到时候 厉害了 期待朱亚文新作品的小记者 北京报道